獵物 獵物 真的 獵人 好酷喔 這個是三槍 我一槍就夠了 一槍不夠兩槍 阿岳現在猜大眾一千物多了 厲害耶 好笑耶 感覺好乖 好笑耶 這個是豬 蝦餓在那邊 長的這個 對 那個盤族上就拿來做那個 同士 韓族的衣服是很華麗的 對 很華麗的 就是獵物都要擺身上的 那就是英雄的象徵 所以就表示你打了多少山豬到獵物 然後這個是還沒曬乾脆的 感謝同伯的解釋 我跟你說 有麵汁嗎 麵汁然後沙拉油 沙拉油這邊有 對 麵汁沙拉油沾一沾 它是個當火種 喔 阿岳哥真的是經驗豐富 對啊 喔這樣就可以了 對 不管怎麼樣它這都會燒起來 而且它燃燒會稍微久一點 然後細的要比較多一點 剛剛那個衛生紙 有 那個可以放進去了 以後大家可以用衛生紙 加沙拉油 可以當火種 可以當火種 那是可以寫一首歌啊 喜哥也是賣百萬專輯的 對啊 新太蘭沒有賣百萬 那一張沒有 但是在全亞洲 他們都賣了兩千多萬 但是有人賣兩千多萬都是盜版 我們那時候經歷了唱片的黃街時代 對 每天出貨整個滾石 志氣大震 幾萬幾萬的這樣出貨 我13歲就去看過你演出 在Alive 天啊 13歲 那時候 魏晨也就跑去Live House 他都穿一個帽子 然後帽子會反戴 然後穿著MX97這樣帥 然後拿著一把Bugger 我那個時候會彈吉他 其實大家每次問我說 我為什麼會學吉他 我跟我爸說 我覺得張晨諺彈吉他好帥 我要彈吉他 這樣子 那樂歌其實從一開始就很喜歡 然後到後來到樂團 對樂團感 有一陣子秘密基底 然後甚至我記得樂歌還有做DJ 對 到後期還要鼓勵 這時候其實樂歌的風格改變了 非常非常的多 對 你們第一次參賽 第幾名 跟我們得名 跟我們得名啊 我們有參加很多大大小小比賽 我們第一次比被人家墊甲的好不好 對啊 像米飛呢 我已經被打槍很多次了 其實這條路很辛苦 對 其實我自己去內地比過仔 然後也是一個門檻客 對 但是沒有任何成績 但是沒有任何成績 混石在信號 Woo